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周杰伦开讲 站在这个舞台开讲真的是不简单 算是成功了吧 人都要有梦想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我觉得自己就是非常平凡 只是学了点音乐而已 学这些音乐呢 最后能够站在这个舞台演讲 也不容易 因为我没有考上大学 但是我却跟你们演讲 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帆文山也才读过小学而已 不过他写的东西却能够到教材里面 这是不是应该来点掌声呢 所以我觉得厉害的人 我觉得不平凡的人 并不是书要念得多好 我觉得他要有一技之长 本身呢也要听妈妈的话 真师重道 那时候他很希望我可以考上音乐系 然后读大学这样 对那我大概考了两次吧 可能我不是读书的料 而且我又很爱打球 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怎么搞的 对可能就有一种运动细胞吧 对 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我未来成功的一些关键 你想一想 年轻时候如果我去好好的关在那边 我没有去学情 我没有去打球 我现在怎么拍功夫灌篮大灌篮是吧 所以 如果那时候没有学情 我现在怎么拍不能说的秘密 对吧 对 那个时候如果不喜欢看这些武术的电影 我怎么拍清风霞对吧 这些呢 都不是父母让你去学的 你是有自发性的 你喜欢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 我觉得人要有一技之长呢 比学历更重要 这个是我一直在跟这些小朋友讲的 那 讲到学生的阶段 因为今天是在学校嘛 其实我是一个满满面子人 我觉得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 一个很好胜的人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 搭公车 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吧 就是人很多的时候 被挤到最后 然后被公车门夹到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吧 但是我却是那种痛 说不出来 因为呢 前面坐的好几个学姐 我想说 等到下一站 反正公车门自动会打开吧 结果她下一站竟然没有给我停下来 于是呢 我就 只好默默地跟学姐说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跟公车司机说一下 我的手被夹到了 后来想一想我觉得 公车司机一定很纳闷 学姐她们应该很纳闷 为什么 在第一站的时候不讲 在第二站 在第三站的时候才说 这代表说 这代表说我是一个 很怎么样的人 很爱面子 爱面子呢又好胜 但是我觉得这却帮助了我 在现在的演艺圈 现在的生活环境 因为呢 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输 永远都要在第一 这时候应该要来点掌声的时候 对 我刚刚在讲这些 我学生时代的生活 学生时代 其实那时候没有考上大学 后来我就去写歌了嘛 在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 写着蜗牛这首歌 相信大家都听过吧 那时候呢 也算是乙居 乙居在 不是乙居在天台 还是乙居在录音室 那被吴宗献给发掘 应该是三天 他希望我要写 十几首歌曲 这是他给我一个功课 他从里面挑选歌曲去用 所以那时候都会很期待 自己的歌曲被录用 你才有钱 你才可以拿回家给爸妈 所以那时候呢 我自己一个期许 就是一定要赚到钱 然后好好地让家人过好生活 所以这是我写歌的一个重点 其中之一个原因 另外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父母在 在我小的时候 他们花费太多的金钱 学费 在让我学钢琴 所以我要弥补回去 对 所以呢 那时候就是 有一个信念就是 不能让自己的父母失望 在你这个生活当中 你一个人其实老实讲 有时候我是走不下去的 因为我并没有兄弟姐妹 那在写歌的时候认到这个跟宏呢 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歌手了 而我还已居在他的录音室 他给我衣服穿 给我吃的 并没有给我车子 对 但是他却在我到处游玩 享受他的人生 然后带他的朋友给我认识 有一天吴宗献说 你这些歌好像都不错 但是没有人可以唱 公司签来另外一位音乐总监 杨俊荣 后来他听到我的歌 他说你这些歌曲别人不用 干脆你自己唱唱看好了 然后那时候我一个念头想说 是当歌手吗 不可能吧 所以我没想那么多 我就把自己的歌唱一唱 然后有一天那个 唱片公司的表演 有很多艺人 有很多大老板要来看 那时候我就很紧张 这时候我不知道该唱什么歌曲 黑色幽默好了 是不是 没有啦 是因为没有很久 是因为伤了太多 是心里起了重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当时真的是唱的黑色幽默 因为庚宏呢那时候 他就推荐我说你唱这个歌 这个歌很有你的味道 你可以像以前的情歌都是非常严肃的 那有这样那么奇怪的歌词 我说但是来的唱片公司是老外 他听得懂吗 然后庚宏说反正你唱的也不清楚 反正他也不知道你唱什么 他说这个旋律好就好了 我想说也对 所以我第一遍这样唱完之后 台下完全没什么反应 我想说这怎么回事 庚宏说你唱的太小声了 然后庚宏呢默默的 我后来才知道 他们让我唱第二次的原因是因为 庚宏默默的去告诉工作人员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 第二次呢我就好好的唱 于是有机会发片了 那那时候第一首主打歌《可爱女人》 可爱女人就这样出来了 那当时的这个彭公司的师姐 徐若轩来拍了这个第一支的MV 这样 那那时候呢觉得蛮特别 就是这个师姐当时是女神 来拍MV 这真的假的 这样当时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后来呢 他竟然说可以教我弹钢琴吗 我才发现学钢琴是对的 当时写的歌曲是给其他的歌手唱 后来我的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呢 几乎都是写给别人唱 别人不要的 我重新拿来唱 所以有了双结棍这些歌曲 所以我也很感谢 当时没有用我歌曲的那些歌手 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好 没有 开玩笑 所以呢 我也不能停下来 我继续再往前走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我的歌迷朋友们 你们没有看错人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出了几张唱片 然后去了几个颁奖典里 慢慢的你对于这个奖项 其实一开始就非常的看重 那 谁不想得奖 对不对 对 有一次带了外婆 去参加颁奖典里 我觉得至少其中一项 上台可以讲话吧 对不对 可以感谢我的外婆 结果我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就非常的 老实讲非常的不爽 对 对 但是 我没有表现在 对 因为 那个摄影机都在拍你嘛 你还是要很开心的 很大气的为大家鼓掌嘛 对 那我就觉得 原来演艺圈是这么的虚假 对 对 于是呢 我就把她写了一首歌曲叫 外婆 外婆呢 一方面 我是在攻击这个 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 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 当外婆难过 另外也是觉得自己很不孝 所以也写了 像 打狗仔 骂狗仔的歌曲 四面楚歌这样 那 这些歌曲可能 引起不了太多的共鸣 对 可能因为很多人没有遇到狗仔 很多人不知道 狗仔这么讨厌 慢慢的回归 我觉得要 必须给一些正能量 所以我就没有再写这些 有的没有的歌了 是不是 写了梦想启动 道香 那时候我想说 这么多的歌手 我要怎么样去不一样 所有的欧美的这些饶舌歌手 他们的歌词充满的暴力 他们的音乐很重 反差很大 我很喜欢做反差很大的东西 就是中国风 中国风呢 其实老实讲特别难写 因为它就这五声音阶 你要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 那我就想说 我这种嗓音咬之不轻 可不可以来中国风一下 于是呢 先写了这个东风破 大家还熟悉吧 然后拍了黄金甲之后呢 也感谢张艺谋导演 说 我有听过你的这个东风破 不然来一个 跟这个黄金甲有关的 你觉得怎么样 那时候我写了两首歌 一个是黄金甲 你看肯定大家比较没有听过 大家听到都是菊花台 对不对 果然张岛比较喜欢菊花台 所以用它呢 作为了片尾曲 那这个呢 也让了很多的 这些歌迷朋友的爸爸妈妈呢 也认识我 那也因此呢 很多人差不多 我蛮常遇到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还有一个一些老奶奶 说我喜欢听你的菊花台 我才知道 其实听我的歌的年龄层 是这么的广泛 所以我终于找到自己的特色 就是 每张专辑要有个中国风 所以这里 对于一个歌手来讲 你看累不累 其实非常累 因为你要想很多 然后呢 你写了十首歌曲 你还要拍十支的MV 为什么 因为我在写每一首歌的时候 我的画面 已经在头脑里了 所以我必须把它拍出来 交给别人来拍 不信任别人 这就是我自己 相信自己的地方 所以呢 先拍了第一支MV 但是 是拿我的师弟 当做白老鼠 来试验一下 拍他们的MV 我看一下觉得 好像不错 我才来拍自己的MV 也是我拍了第一支MV之后 拍了第二支MV 拍了十支MV 拍了二十支MV 到现在累积 我觉得应该有七八十支MV 这支MV呢 其实都是一个经验 为什么 因为我想当导演 所以我不断的在练习 这MV当中有好的有不好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你们 其实现在还是学生的时代 我现在讲这个会不会好像太远了 其实不会 对 因为你们要考虑到未来 对 所以才会写一首歌叫做 替妈妈的话 告诉从前的自己 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周润发 周润发拍了一部片叫《赌神》 好 那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变魔术的原因 是吧 所以呢 我写了一首歌 好 告诉 从未来告诉以前的自己 你会遇到周润发 因为他会演了黄金甲 当上的你爸 所以赌神未来会是你爸爸 懂了吧 懂了吧 那时候听的流行歌曲 张学友的歌 其实我开始写流行歌 就是因为 吻别开始 我就想说 有一天一定要写歌给他 果然张学友唱了我的歌曲 而且还跟他一起同台表演 我就代表说自己不平凡了 这些都是在我音乐的领域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成功了 在电影方面呢 拍了不能说的秘密 大家看过吧 那我一直在想 怎样的爱情片不一样 然后穿梭时空的这个电影情节 我觉得非常特别 所以我利用了钢琴的速度 来想象成是时光机 所以我觉得人要有想象力 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很天马行空的乱想东西 但是 其实到时候做出来 大家都是会吓一跳 这些工作人员往往会觉得 什么 你讲这个剧本我觉得很奇怪 什么钢琴弹得快变成时光机这样 拍出来 大家是不是吓一跳了 是的 没错 然后在这边鼓励大家就是 召勋自己的那一点跟大家的不一样 去把它放大 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 works 好 maar 武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